家庭自制手工精釀啤酒制作工艺分享给你们 准备3公斤的大麦芽倒入破壁机 一次不要倒的太多少倒一点 这样打出来的比较均匀 大概这么多就可以了 把专速调低一点 打5到8秒钟后倒出麦芽 打成这种大颗粒的状态一定不能把它打成粉 否则会影响下一步的糖化 按照麦芽1比3的重量往锅里倒入水 插入温度计随时监测温度 开始加热 加热至40度时调小火 倒入麦芽 在加热的过程中要不停的搅拌 确保上下温度保持一致 加热至68度时关火 让麦芽在水中浸泡20分钟 20分钟后温度显示为65度 继续加热 搅拌 温度到达68度时关火 继续浸泡20分钟 再次重复上述操作步骤一次 即可完成麦芽的糖化 糖化完成后取出麦芽 往盆子里加入水 把麦芽上的弹糖吸湿出来 用勺子搅拌一下 测一下这个麦芽的浓度 测量显示原麦芽浓度为16.5度 加热煮 麦芽 麦芽煮沸后放入一半的啤酒花 盖上锅盖再煮一个小时 煮沸50分钟后往锅里加入另外一半啤酒花 再煮10分钟后关火 放入洗带池 用凉水浸泡 让麦芽迅速冷却 插入温度计 温度冷却至25度时从凉水中取出 倒入啤酒酵母 充分的搅拌均匀 套上保鲜膜 单向蜜蜂进入发酵阶段 发酵食片后基本上就完成了 把上面清澈部分的酒液盛到蜜蜂瓶内 取酒后松下的底子不要扔 可以蒸馏从威士忌 取出了接近6000毫升的酒 按照每升加入6克白砂糖的比例加入糖 完全密封进入二次发酵阶段 二次发酵饭店后啤酒就制作完成了 先倒一杯尝尝这个酒的味道 泡沫丰富 酒体金黄 闻香麦香味很浓郁 先喝一口 回不去了 回不到从前了 这酒太香了